Podcast 品牌变现 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 创作者们 开启订阅制吧 接受赞助 创造收益 和粉丝一同努力 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 协助创作专属单集 一键整合平台 金流 会员 带动听众人数 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 现在开通订阅制 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 乡亲点击资讯栏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艺术的奉赏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当工家有艺术 嗨 大家好 我是赖金仙 欢迎收听 报道有艺术 今天报道有艺术 好问的是 砍高千猴子 股份有限公司的 共同创办人 王师 王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师姓王 这个名字已经很霸气了 还有一个筛呼的诗 老师的诗 其实你去看他的脸书 你会说 每天练跑个步 都搞得很有喜感 很多人说他很会讲干话 他也出了很多干话力 来先跟大家讲一下 你定义 你心目中干话是什么 好 我其实是在前几年 从某一个歌手的口中 才第一次听到干话这两个词 我一定会觉得 哇 这两个词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给人很多的想象 我就在揣摩 到底什么是干话 我才发觉 其实我从出生到现在 已经一直在讲干话 只是那两个字 没有被拿出来使用 干话有点难解释 他有时候是一种反讽 有时候是一种 毫无营养的垃圾化 然后有时候是一种自嘲 其实都有 那我前几年开始在脸书上 我觉得 反正坐这件车的时候没事 就开始胡说八道一些东西 意外获得很好的回响 就写上瘾了 就写上瘾了 所以后来出版社找我出一本书 他们问我说 你这本书要叫什么 我说 就叫干话力 他们这时候就吓一跳 我说 他们为什么叫这种名字 我说很多名人出书 就叫什么 什么执行力 什么什么力 我就要出一本假正经的书 名字叫干话力 可是书本身跟干话无关 这个反差会很有趣 我跟你讲 你如果看到他的脸书 你就去网购他的手 你有打开 你大概就会讲干话 情言我 因为看脸书 他会把很平常的事情 说得很醋味 那但是看到 感觉你这本书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感觉 我马上爱看电影 我们看电影 我们以前都很多看好莱坞 现在去台湾片也越来越多 中国外国的片 日本韩国啊什么都有 可是一部片子 我们对他了解 最人真的就是 看到未来 没走去榜 看什么主角 每个是看到配乐 可是其实从零到开始 有个电影出来 王氏这个 你的公司都有参与吗 好 我大概讲一下我的生涯 我是2003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 帮人家做marketing 然后做宣传 然后2011年的时候 跟我的两个老板李烈跟马天忠 做这个砍告啊 那20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电影 进入了一个 跟2000年初很不一样的时代 我入行的时候 台湾电影是伸手不见五指 比如说一年的产量 可能不到十部 然后呢票房破百万 就要开香槟了 你现在很难想象 台湾电影有这么 灰暗的一个年代 那根本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然后那个电影 跟观众的距离 非常的遥远 那08年的时候 魏德胜导演的海角七号 跟我老板李烈 制作的这个酒男孩 还有其他台湾电影 突然把这个市场打开 我有看酒男孩 我有看海角七号 非常可爱 他在台湾的观众 觉得说 哇原来台湾电影 可以这么好看 会说故事 然后有趣 然后看到我们很多 生活中的幽默跟元素 像你看魏导说 阿珊也BOT 拍也BOT 对不对 这种时事的东西 他也可以进入一个 这么好的故事里面 所以到了2011年的时候 我老板李烈觉得说 他会继续拍台湾电影 他要成立一个公司 来为他制作的电影 跟为其他的台湾电影 来提供专业的行销 发行宣传的服务 所以那时候 我运气很好 我那33岁 那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大概八年的一个经历 就有幸跟那两位前辈 一起参与了这个 专门为台湾电影 服务的公司的成立到现在 我觉得在那个 很黑暗的时候 然后也愿意去投入 有很多人是说 我有看的机会 那我就切进去 可是其实台湾电影在 我觉得刚刚王师讲 就很短的时间了 甚至你去看也不太懂得 说那个拍什么 除了太客气了 我讲个笑话 就是有个朋友跟我讲说 大学的时候 人家问他 看台湾电影 他都不好意思 他后来讲一句话说 去看台湾电影 还不如在家里 看我的水族 箱里的鱼打架 还比较刺激 有一段时间 台湾电影 的确给大家这样的印象 这些实验 应该就这些尝试 对 那我觉得真的 魏德森会导 那个海角7号 他每个人都看有 你都在里面找到一项 什么东西 他就说台湾 等一下值得一试 对 在那个时候 因为海角7号的行销 是后来教我做 台湾电影行销的师傅 李亚梅 他现在台北电影节的总监 那时候他做的 我没有参与 我不能沾人家的光 那时候台湾海角7号 就是大家问候 就是你看海角7号的梅 他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而且在海角7号之后 有一段时间 看完台湾电影 变成一件很光荣的事 然后投资人觉得说 我能够参与台湾电影的投资 是一件很好的一个 企业家的一个异举 然后戏面也 台湾电影开始赚到钱 然后媒体也觉得 我们报台湾电影有流量 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年代 那从08年到现在 也经过了16年的时间 台湾电影在里面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起起伏伏 有很多本来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business的风险性 那当然也有一些 结构性的问题在里面 对 有刚刚讲说 因为没有这个电影 到开始有这个电影 就是王思佑有一个 对行销 没命啊 当然是没电影 我们还去想市场 那这个部分的概念 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想这个电影就开始吗 对 我们其实参与每一部电影 我们还是以台湾电影为主 阶段不同 有时候可能导演 编剧还只有一个idea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电影我们想要找 你们砍高娃合作 我们一起从剧本开始去聊 看怎么样可以更贴近市场 在不违背原来创作初衷的情况之下 这种参与最完整 但是从一个idea开始 到他拍完上映 有的快的话三年 慢的话五年八年十年都有 但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很乐意很早的参与 那也有那种已经拍完了 拍完了来看一下 那其实那时候他就已经定了 大概能够怎么做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跟导演说 这个影片我觉得他有机会得奖 可是商业性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够 我不建议戏院商业太多 也不建议多花钱 因为会赔钱 我自己的原则是 因为我的行业做了超过二十年 我觉得讲实话有时候 不见得那么动听 可是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对这个感觉很配合的一个 其实他在说 我们举例子 看见台湾 那所谓的纪录片 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讲 在市场上不是那个前面选项的 是算后面的 那还是他有做不老提示 其实就是乌鸡上 乌鸡上阿公阿嬷 乌鸡上 乌鸡上的团堂 这跟我说这市场是当后 我没有不建议的意思 就是比较累了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你们在你是怎么面对这个素材 你们投入是从一个阶段开始 好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其实08年海角记号出现前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05 06 07 有几部台湾纪录片 扭转了台湾观众对于台湾定 过去的印象 一个是乌米勒 一个是翻滚版男孩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奇迹的夏天 那这几部作品 在当时票房都很好 然后那时候开始有了社群媒体 包括MSN 有这个部落格 所以开始就说 就算你不是一个媒体人 你不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你不是一个报纸的主编 你都有机会 藉由自己的方式 把消息传递出去 所以这几部 这么本土的纪录片 然后有很生动的题材 开始在从草根 开始蔓延 反而影响到了主流的媒体 这几部作品 得奖又票房很好之后 观众突然惊觉 台湾电影 开始跟我们产生关系 而且还可以很好看 所以很多后来 剧情片导演 都受到这几部电影的 启发跟鼓励 重新觉得 我们应该开始 讲台湾自己的故事 他们很多年 可能因为台湾电影的产业 在谷底跑去拍广告 拍MV 但心中都还是有那样的一个 电影梦 所以其实我觉得 纪录片导演 帮台湾保存了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蓄积能量的一个时光 对 因为我举那个不老骑士 因为你看他 他就是很多老人家的故事 圆梦 总八十岁以上 我说阿嬷 那我们一般怎么去看 当然这后边有 红道老人文教基金 对 可是其实你说改 他变成一个一个 独立的生命的记录 这么重要 要让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要谢谢 电影做了一个 很好的推播 大家知道 那还是说看见台湾 我觉得看见台湾 绝对不是只有 真的齐波恩七岛 太可惜了 绝对不只是看见台湾 我们看到了以前 做现的 现在 所以那种 我觉得在 在面对那个上映的时候 你们都会先去预估吗 你预估得到说 他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是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我就算说 我做了二十年 第一个市场一直在变 然后观众的喜好 也一直在变 所以我常常讲 跟我们同时讲说 我们就算做再久的行销 我们都不能讲说 我们对市场已经很了解 你可能比其他人多了解一点 不老骑士跟看见台湾 其实当初都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是作为一个观众 我当时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 我深深被打动 而且是在他们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在现在这个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娱乐选项 这么多的一个时代 其实故事有没有讲好 你自己最清楚 故事讲好 它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打动人的电影 那做行销才有可能有这个失利的空间 所以我常常跟创作者说 其实我们不要去羡慕好莱坞 羡慕韩国 羡慕日本 我们的市场就是两千三百万 你先把属于这个地方的故事 讲好 你打动了本地的观众之后 你再想将来有没有可能进军国际 因为你不是侯销 你不是杨德昌 如果你连台湾的观众 都无法感动的时候 你凭什么说服老外 因为我觉得好电影就是好电影 在台湾里面 像那个看见台湾来讲 我就觉得 就是发行这样一定是一个尝试 因为它几乎没有很明显的剧情 来告诉你这个故事是怎样 可是大家看得懂 看得很关心 而且看到未来 还有很多的后续的效益 它有蝴蝶效益 所以会走一个路线 就是说关心台湾的路线 对 我其实看见台湾是2013年上映的 我还记得我是在2013年的228假期那一天 跟祈祷弟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忙 所以只能趁假期碰 碰的时候 他放了一些片段给我看 我光是看那片段我就很感动 没有声音 因为空拍是很远的 所以没有任何声音 可是我看那个 第一个念头是 这个是台湾吗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我们看国外的BBC 国家电力频道 拍很多空拍片 我们没有看过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种 空拍机遥控的 很感动 然后我就说祈祷 这个电影我想做 他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可以做多少 因为台湾电影 纪录片如果以破千万来讲 都很难 我说我们努力一点 也许有机会做七八百万 他就有点被打击到 他说这个电影 我怕七八千万拍 我说怎么这么贵 他说第一个 你要买一个空拍的 一个摄影机 放在直升机的 这个机笔前面 那个摄影机三千万 跟一栋房子一样 第二个 直升机上去一趟 一小时十几万 所以一定很贵 我说那我们只能努力做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一定可以做多少 所以我们陪伴他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路到电影成型 开始试片 发行 然后到了隔年 我还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 2月15号 那时候正式下片 我们陪他一起走了一个 将近一年的旅程 那个影片在剪辑的过程中 也不断的产生 各种的可能的变化 包括片名 最后片名看见台湾 是在众多的选项当中 由吴念正导演拍板 就说就叫看见台湾 因为舞蹈非常清楚 怎么样跟大家沟通 这四个字看起来简单 看起来理所当然 其实不平凡 就第一个空拍这个视角 我们过去没有看过 尤其在台湾的纪录片里面 这个事情是 你看到这个视角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 你没有看见过的美 跟很多被破坏过的之后 惊心动魄 比如说那时候 大家都讨论说 这样清净农场 盖的跟阿尔卑斯山样 这样可以吗 比如说高雄当时 这个月光K7 那个七彩的溪水 当然月光现在 环保做得很好 各种的议题出来 所以的确就是 我们除了从物理上的 看见台湾 我们在心理上 也因为看到这些警示 跟我们自己内心 产生了很强烈的互动 跟公民 我还记得有一个 有一幕是在山上 应该是在御弦 还有唱歌 就是原住民的 马彼得校长 原生的马校长 是是 对 不能做 我们白起立民店 就已经屁股串了 你在你就看到 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整个的设计 当然在外行 看热闹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就是看见台湾 其实很多的细节 就是专业的操作 那当然有取对的名字 就会有 不对的名字的路上 这是很多的尝试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导演 有这个问候说 他就有一个朋友 他说 这个电影可以叫做欲望 我说 怎么写 他说领域的欲 看望的望 我说好难记 你看连我都要再想 然后我说 这个你想歪了 就变成欧洲的情色电影 我说就是要简单 然后那时候 还有人刚才讲说 整个电影应该 完全不要任何的旁白 不要任何的配欲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们就要静静的看见 台湾母亲的美丽哀愁 我说这样讲起来很诗意 但可能大家就会 从头碎死到尾 所以我觉得祈祷的好处是 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跟他相处 他三不五时就会收到 全台湾各地农民朋友 寄给他的当时最好的蔬菜 水果那些 然后他是一个会去倾听各方意见 但是又有自己判断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才能够越长越好 长到后来变成大家看到的这个模样 我请问一下 他对王师傅说 不要去假设你这么很了解市场 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台湾电影如果破亿 好像票房很好 对 我就算给大家听 大学演讲 我说算给那些将来要成为制片人 编剧大人说 一亿的票房 如果一张票是250块钱 等于是40万人次 40万人次 其实占台湾总人口 238万大概是60分之一强 那其他59个人没有来看 对不对 讲穿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 第一个有各种的可能性 第二个事情就是 我们把这个荧幕想象成一张白纸 你把任何东西投影上去 只要有人觉得这个事情 他有兴趣 他愿意付300块进来 这个消费行为就成立了 所以其实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从2008年还有7号到现在 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 然后让市场觉得 突然眼睛一亮的题材出现 我们就讲返校好了 因为返校我也是从头一直参与到尾 2017年的那一年春节 那年春节其实是台湾电影 非常悲惨的一个春节 照理讲春节是很大的档期 那一年魏德胜导演的52Hz 我爱你 然后陈玉勋的这个健忘春 还有诸葛亮的最后一部 这个大吊歌 票房都不好 每一部都赔钱 那时候我就跟几个同意想说 怎么办 将来要拍什么 观众才会有兴趣 这几个人都是台湾当时 响当当的大人物 那个时候出了一个游戏叫返校 而且是由一个应该只有不到十个人的 很年轻很本土的游戏团队做出来 结合了白色恐怖 失神恋 跟灵异的东西 这么有趣的题材结合在一起 导演徐翰强那时候坐我旁边 他说他玩过 他玩到最后流点泪 我说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如果把这个改编权弹下来 你要不要拍 他说好 后来我就会做了一个简报 因为我老板李烈 他不敢看恐怖片 所以我要做几个简报 给他看 他没办法去玩那游戏 他看到这个有机会 我们就去谈 后来通过很多朋友的介绍 就跟游戏团队斥足 就碰到了 那就拿下来改编权 那当然后来改编的过程 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 游戏讲故事的方式 跟电影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你要把那个场景 那个时代 那个特效做好 要花很多钱 当时反效花了9300万 以台湾电影来讲 是非常高的制作金额 所以有一次 后来在成功之后 有一次我在一个论坛上 我就跟老板李烈讲说 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 这不定 第一个游戏改编电影 失败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很有可能原来的这些游戏迷 就是说你改编的不成功 我不要看 第二个事情是 9300万对一个台湾电影来讲 是一个太高太高的投资金额 很难回收 第三个事情是白色恐怖的东西 政治的东西 年轻的观众会不会进来看 或者是你拍出来之后 你可能从此就上了对岸的黑名单 可是这些不利的因素 全部都被破除了 它成为当年度2019年 票房216 然后金马奖提名12项 一个定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只依照常识 或依照过去的习惯 来做内容的话 你会做出很多 看起来很安全 然后可能赚一点点钱 打拼或小赔的东西 可是真正的 我们讲爆款 都是在所有人意料之外 跳出来的东西 那东西就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 那不是你一个人说 这个东西我喜欢我不喜欢 就决定的 我在想 我是后来事后想说 如果不是赤竹仙 做了这个游戏 假设今天好 比如说有人跟我讲 我有个故事 结合失神恋 加白色恐怖 加鬼片 我说这什么鬼东西 这个能work吗 一定被打枪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 厉害的地方就是 年轻人他擅长把各种 我们看起来觉得 不一定相关 或可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 结果做出了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游戏作品 不过我觉得 刚刚在讲这个成功的后面 那也要有勇气 因为这个企图 你到底有没有存在 这不是都凭经验 是因为一个社会慢慢的转变 然后你说集体的需求 你怎么看 月经人的口味有在改变吗 我觉得观众大部分的时候 进西院还是希望看到 让他觉得感动或开心的东西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后来有时候会想说 好还是要先声明 我没有参加海角七号 可是海角七号 给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当时在思考海角七号 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除了魏德胜 当然讲了一个 通俗动人的故事之外 其实海角七号的故事 有两条线 一条线是阿嘎 范逸臣的角色 从台北回到他的 这个恒春的老家 跟一群 家附近的乡亲父老 其实如果从现实角度看 都是一群loser 组成了一个很糟糕的乐团 彼此互相仇视 到最后变成了一个 有向心力的团体 这个是很典型的 许多好莱坞的故事 讲球队什么都有 可是海角七号后来成为 这么重要的电影 其实真正重要的那个故事 其实是后面的条线 就是Tomoko的那个故事 为什么 Tomoko跟他老师的故事 其实就是台湾跟日本的隐喻 就像是一对被迫分开 数十年的恋人 很多讲不清楚的话 我相信对很多台湾老一辈的 阿公阿嬷来讲 在1949年以后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表达 你对日本这个国家 或民族的真正的想法 他的叙事体系被变成了 八年抗战 等等的这种东西 可台湾人看待日本的角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海角七号等于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在大荧幕上 我们用一个像是爱情的隐喻 讲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 我觉得那个就是 隐藏了数十年一个 很大的一个情绪 在那个时候被引爆出来 所以海角七号 台湾成为一部无意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当时 看海角七号成功的时候 我觉得有趣的一个观察点 其实这个事情 值得写一个论文的 我觉得听到 王氏把这个海角七号 这是很隐藏的需求 对 很在台湾被压抑的东西 是的 这件事情在韩国上面 也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寄生上流 或犹豫游戏 两个都很成功 一个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 一个得到很多爱美奖 他讲了什么 韩国当代 其实是个非常压抑的社会 讲到韩国青年的自杀率很高 然后韩国青年普遍面临 你如果没有办法进那几个大公司 大概一辈子很难有 现实上的成就 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其实这两个作品 讲的都是韩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 所以影视作品或文学 除了作为一种娱乐的表述之外 你怎么样去反映时代 或者把这时代严肃的议题 用一种 所有人都能够觉得跟他相关 而且看到一种 很生动火爆的方式 讲述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之所在 我们听到现在王子讲的都是 我们在发现了 也跟观众需求相遇 很高兴 那有没有沮丧的时候 就这个电影做到后来 怎么觉得好像 天花板就在那里 有些问题没有办法处理 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心理素质很强健了 一定有 一定有遇到票房不好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讲老天赏饭 我是个乐观人 所以我比较可以 可能难过两三天之后 就走出来 对 然后去安慰身边的同事 而且我后来我做很多纪录片 我其实很清楚 就是说纪录片 它的价值并不是只是表现在 那一个月的票房 它的价值是为未来50年100年 不管是台湾或者全世界 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比如说台湾的企业家 童子贤 他出钱拍了很多台湾文学家的 这个纪录片在岛屿写作 而且拍的时候 可能这些文学家 其实年纪都很大 再不拍 他们其实就 就背乎啊 对 有些比较周梦迪那种都已经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事情 是为了短期的利益 娱乐跟市场共鸣 有些时候你知道 其实你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为了50年100年之后在做 对 那你怎么看 像最近我们的艺人 对 常常都要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对 他也没想要选 不过他就是好像要表态 对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演艺市场吗 影响非常大 我们培养了这么多有才华 长得帅 长得好看的男艺人 女艺人 歌手 但其实老实讲 对岸的市场14亿 台湾2300万 你先这样看一下说 你去对面 你月薪5万块 但是我给你人民币 那大多数人一定心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经济 或文化战略角度来讲 台湾要能够扭转这个情势 就是台湾自己要成为一个内容强国 你要把你好的能够留下来 让他有所选择 我们现在是个科技强国 这个黄文勋回来 大家觉得 哇 明珠自信心 爆棚台股 现在上两万三千点 我们也希望台湾除了科技以外 在文化 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国 我们可以对全世界说故事 这样我们就有那样的一个底气 把我们觉得有才华的留下来 他也觉得他在这边 可以有尊严的赚到钱 我们才就不用去跪舔 自己的拼也要够大 对 而且我觉得文化很好 你拼大不是说 他只想多好 你会说自己的故事 因为你会在这边 以后我们的时代 也会看到我们这台人的故事 给我们说得多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王师 我觉得他经历的是一段 他为台湾的电影很荒芜 甚至我们不能说他有市场 应该说他是没什么市场 就是那个市场不成熟到现在 我们是个小小的园丁 有很多的创作者走在我们前面 就是说别人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以前认真去做了行销 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 因为他以前是发行 对 可是现在有参与制作 对 有什么会去这一步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市场的了解 也可以帮助很多创作者 在源头 让他作品能够更面向市场 这个事情是我发行做了20年 我觉得我自己要有新的学习 不然就在那边 好像都做自己很熟悉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去 跟导演跟编剧 或跟纪录片的团队 一起从头开始把一个项目 Cook出来 像我明年有一部作品很重要 我找了一个年轻的纪录片导演 他去花莲跟台东拍 那些战后就来台湾传教的神父 的修士的纪录片 叫战时的名字 叫海岸山脉的牧者 拍瑞士白冷会 巴黎外方会 来台湾的瑞士人跟法国神父 他们的台语 他们的阿美族族语 讲得非常好 然后台湾最后东部的 许多的医疗教育文化 都是这些神职人员 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那个电影 我光看了片段 那个眼泪流不停 有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 这个卢士祥 他有写过一个台湾恩人群向录 他的梦想就是说 那对台湾有恩情人的人 那怎么给他写起来 因为他们 第一他们不会一直去讲自己做什么 可是他对我们协助 我们应该有写出 可是我觉得我听到王子说 那我要把他影像画 那像去想要做这样子的纪录片 你会去考虑到市场吗 这个我必须感谢 因为身在台湾 我会当作纪录片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当时有一次 应该在30年看到一个 资深媒体人叫张大鲁 他在影像写一个文章 他写的是 他写一个意大利林医会的神父 李治的故事 李治神父当时已经过世了 觉得很动人 我就觉得说 对我们现在新闻媒体 在报道上看过他们的故事 可是因为我自己做纪录片 我希望有一个更长的 他的美学跟叙事都更完整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的学弟 叫徐浩玄 我说我们来拍一个 关于外籍神父的故事 他回去就研究 他很会做资料 先做纸上填调 研究出来说 好我们来做 然后他的太太 就是他的producer 他们就开车 就杀到花店台中 就做陌生拜访 然后就取得神父 跟修士们的信任 一拍就拍了两三年 那纪录片的制作 有一个好处是 虽然时间拉的长 可是它的成本相较于 剧情片比较低 你真的 你要很节省 导演自己兼摄影师 就过去了 然后你的钱可以慢慢找 所以这一路上以来 我们这部片子 所有的经费 几乎都是台湾 许多各界的善心人士 所捐赠的 哇 你不敢看电影 你看到很多人的心意 可能也是一个报恩 可能更想要 人家知道 以前都人给我们输入 输入爱心 协助我们 我们也应该让这些人知道 是 你有没有梦想中说 如果你自己想 你会想要拍什么样的片子 我以前很喜欢一个 香港导演叫陈可信 他早期的电影 很香港 很本土 然后有时代感 然后又通俗又感人 我其实对我来讲就是 我可以看非常高深的艺术片 我也很喜欢看 这种很草跟很本土的喜剧片 那我如果自己要做个producer 我希望可以做这个结合的东西 有文化的内涵 有时代感 但是又能够感动很多的观众 我在成立坎高娃前的时候 我在一家公司叫天马行空上班 那是我们发行的一部电影 叫做日文值 叫做Always standing moon的戏日 我们做的第一集 我们翻译叫做 Always 幸福的三顶目 我有去看 第一集是当时我老板 我们一起做的 我非常感动 它其实是一个 日本连载非常久的漫画 然后讲的就是 出笔涛背小人物的故事 然后也是从日本战后复兴开始讲 我觉得如果我要做 我希望能够做一部这样的电影 会讲故事的人 就是这样也把故事讲很好 对 那个导演后来现在拍的歌集啦 就日本版歌集啦 对 就进军奥斯卡 好我们今天很谢谢 我们反问到的是 干话力这本书 想要更了解一部电影 从零到有 还是说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两倍月 他都有故事 王师都把它写在干话力里面 我们今天谢谢王师 谢谢 播客无意书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